大家好 歡迎來到WEN TV 溫婷頻道 我是溫婷 我現在人在歐德洋這一站 這一站是屬於拉丁區 然後現在是晚上的那個7點左右 那我今天要帶大家去吃一間 據說是日本人都很推薦的一家 日本拉麵餐廳 它的名字就叫做 其實老實說我自己本身還沒有去吃過 其實在上週六的時候 晚上我試著跟朋友一起吃 但是那時候當時生人爆炸 那時候我們排了大概一個小時 都還沒有排到 後來決定放棄 那今天不是平日 今天是星期三 想說人要少一點吧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帶大家一起去看看到底 這家餐廳是長什麼樣 然後拉麵又是如何囉 GO 這邊有家EK的Janny 就是閃電泡泡的店 很好吃 好囉 我們到了 就是前面這一家 你看現在還沒有真的7點 今天有人在排隊了 那我們趕快過去排隊囉 現在大概前面有10位要等吧 比上次好多人 我上次來的時候 超級長 然後排了大概一個小時囉 我們進來囉 我們進來囉 好喔 你看 都是日文跟法文 直接看它的拉麵好了 價格都是寄在12歐到14歐 我可以去哪裡 請來 請來 請說 請來 請 Tobin 請來 請按摩 我可以按摩 請推動 請按摩 請按摩 哈哈哈哈 在那個Pingami那邊的餐廳都沒有這樣 但是這一間就非常的不一樣 期待它的大麵 好的 請問的阿萱他點了 酒 怎麼樣 很好喝耶 真的很好喝 不可以 但是喝多了會醉的那種 很大一杯 沒有很濃 沒有很濃 16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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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我點的 我是點經典款的 你看我點的蛋 好 我現在來吃給大家看 來吃囉 拉麵的拉麵不太一樣了 跟我之前曾經在家的拉麵 因為Q度不一樣 我沒有想像中的鮮 因為我想說這個拉麵又很鹹 拉麵又很鹹 我會覺得 好 來 看有筍子啊 然後他們有這個 開開 你看還有肉 超像滿熱焦道耶 吃完 吃完滿身大汗 超熱 那我想說來點一個 他們的甜點好了 什麼 開麵麵的拉麵 來囉我們的甜點 你看那個長這樣 上面那個應該是核桃吧 然後還有那個 看胸肌有芝麻的 好喔好喔來試吃囉 預設是不是很甜 結果沒有甜 真的也不甜 清淡清淡的 淡淡吃啦 好我們吃完了 你看後面到現在 吃完現在已經八點多了 永遠都在排隊 然後我是覺得這一家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清淡很多啦 感覺滿適合法國人的胃口的 那我這樣吃下來 甜點加他的拉麵 其實基本上 我去吃拉麵都沒有習慣甜點 甜點啦 但是想說今天跟大家一起去 來發現一下他們的甜點 到底是怎麼樣 是還滿不錯的 也是走清淡路線 這樣子兩個加起來 大概二十歐左右 那如果只是單點他們的拉麵的話 可能如果你還要在另外加 比如加蛋加海苔啦 大概大概十五歐左右 好囉那今天就簡單 帶大家去吃完這一家 非常具有日本街頭的那種味道的 日本拉麵餐廳囉 大家也可以來吃吃看 這一家 不在日韓區的日本拉麵餐廳囉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喜歡 然後把影片分享出去 還有沒有訂閱WinTP的 記得訂閱 想要知道更多關於我 生活劇場的配文呢 可以到我Facebook 或者是IG來追蹤我喔 那我們就很快的 下一天再見囉 掰掰